引起社会震惊的缅甸KK园区人蛇诈骗案呢 桃园检方现在贞杰提起了公诉了 检方把以林姓男子为首的亨太人口贩运集团台籍干部等有9个人提起了公诉 那么其中有4个人遭到了生压 另外有3个人因为没有参与而获得不起诉 桃园检警是在8月间查获了人口贩运集团 他们以轻松高薪文书来征人广告诱骗国人到缅甸KK园区 而柬埔在跟泰国等地工作 检领抽丝剥茧之后进行了第二波的扫荡 一举查获了这个人口的贩卖集团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